2月5日,河南下一线城市管理局通报 2月4日,有关该线环卫工人讨薪 一事在网上传播,该局作为主管部门 对于乡村环卫工人公司没有及时发放 引发部分环卫工人在冰雪天气讨薪 深感自责,深表歉意 经核实,网传环卫工人为 下一线清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聘用的 乡村保洁环卫工人 自2023年1月1日起 该公司托管下一线的乡村垃圾清运和保洁工作 并在托管期间垫付环卫工人工资 2024年1月26日 该公司申请政府拨付托管费用并获批 2月4日17时 县财政局已将托管公司费用足额拨付到该局 2月5日起 该局将监管清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及时足额将拖欠乡村环卫工人工资全部发放到位 对因工作不到位引发的社会关注 该局将自行处分 据此前报道 2月4日,河南商丘 有环卫工人一早冒雪 在财政局外大喊让发工资 现场由警察维持秩序